我们在两天4月15号是北朝鲜的太阳节 太阳节对北朝鲜来讲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这一天是金正恩的阿公他的这个生日 一般国际预料就是后天 这一天当中北朝鲜一定会导弹试射 用这个方式来庆祝 用这个方式来对写世界嗆瞎 不过我们来看到川普硬起来咯 除了派卡尔文森的这个航空母舰 往朝鲜的方向走之外 今天还特别演练的斩首金正恩的行动 但是我们看到金小胖没你怕呢 他笑嘻嘻的哦 试着他的特殊部队 笑嘻嘻的看他军事武器 一般专家就讲了 说其实金小胖根本没有在怕川普 为什么呢 因为金小胖只要把特殊部队 把蚂蚁雄兵撒出去 很快就可以跑到南韩的首尔 那如果说真的这么做的话 朝鲜的方导会乱 如果川普真的出手的话 只会导致另外一个国际战争 到底川普要怎么做呢 川普真的会打北朝鲜吗 13号一大早 包括CNN在内的所有国际媒体记者 都被通知要参加一个神秘的重要场合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平壤室内的黎明大道 竣工典礼 金正恩之前就曾表示 北朝鲜这几年来 每年都要盖出一条 值得向世界夸耀的道路 而此次高楼大厦凌厉的黎明大道 目的就是要展示北朝鲜的强大国力 以及绝不向西方列强低头的决心 典礼箱的另一焦点 就是金正恩的亲妹妹 北朝鲜劳动党宣传部副部长金与正 而这几天也是金与正 省引了多达9个月来首次露面 为了迎接15号的今日晨诞辰成太阳节 北朝鲜全国上下动起来 卖力排练准备 而北朝鲜最具代表性的牌子表演 自然也不会缺席 但在北朝鲜正在如火如荼 为太阳节表演排练同时 外界也担忧北朝鲜 可能再次进行非弹式胜或者合适 此外北朝鲜也在相隔19年后 重组外交委员会成员 一方面为北朝鲜对外关系铺路 也很可能成为挑衅国际社会的新道具 事实上很多国际国家都说了 金正恩真的没有在怕川普会对他怎么样 因为他知道他就一直不断呛瞎 他拿他也没办法 重点是这次我们看到金正恩真的很开心 许是特种部队 许是他的军事设备 真的看似很有规模 金正恩不只是乱社会笑呵呵 看了他的精锐的地面部队 特别是他地面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也会笑呵呵 很满意 其实说真的 北韩的这个地面部队之中 他的特种部队比例还蛮高的 也就是我们看到以北韩来讲 他大概有百万的地面大军 大概一百万到一百一十万左右 那其中有八到十二万人是属于特种部队 也就是北韩的朝鲜他们的这个地面部队里面 特种部队的比例相当的高 那这个当然了 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 把他这个地面这个特种部队 把他能够跟美国的什么海报啦 三角洲啊等等相比并论 但是他的这个个人的单兵战斗能力还是很强大 你看像他这个特种部队里面 他的这个展示他的这个训练 他们用那个修士500MD的这个商用这个直升机 对不对 然后就像你看到那个Black Hawk Down 那个黑鹰计划里面 那个美军的特种部队就坐在 那个小小直升机的这个外面 那个起落枪上面 然后来飞过来之后 就直接从直升机上跳下来 或者你可以看到 他从这个比较大一点这个米17 或米8这样一个直升机 然后直接从上面一跃而下 然后进行一个垂直攻击 而且他们这些那个特种部队 他其实在整个这个成军训练的时候 他很重视一个体力 很重视一个射击 再加上我们也知道朝鲜的这个生活条件 其实很不好 所以这些阿兵哥 很赖的对不对 很耐操的 那个能够 就是说带着一点点的这个粮末 就可以撑着好几天的 我跟各位讲过嘛 他一个人可以带个7天份的口粮 塞在背包里面 再带个7天份的这个 就走到首尔去了 走都走到首尔了 我跟你说 所以在那个金正恩来讲 他对他的这个地面部队 特别是他的特种部队 他其实非常绝对非常有事无功 再加上数量很多 8到12万人 你想想看 他这8到12万人里面 你可以看 他如果说今天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 三到五千人对不对 然后编成一个那个旅的话 对不对 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编成相当多的这个 那个单独作战的部队 对 而且甚至于他除了那个 男性的这个特种部队里面 他还有一个那个特战旅 是由全部都是由女生所构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在为了要进攻这个韩国 可以说是真的是 已经把所有该能设想 可以设想的状况都设想到 当然你认为 如果北韩就是朝鲜 只有特种部队 是他拿来打江山的吗 不止 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东西 例如像他这个短程的这个炮兵 他这个炮兵 他其实可以利用像这个炮兵火箭 因为炮兵火箭射出去以后 大概差不多一两百公里就跑不掉 而且炮兵火箭的这个特色 是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你看像这样形成大量的弹密 然后这样发射出去 他虽然短可是很密集 对啊 然后你看以首尔这个 首尔那个都市圈 离北韩南北韩38都市 很近吧 距离大概差不多四五十公里而已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北韩他如果利用这个炮兵火箭 然后发射或甚至于长城火炮 或是他一边推进 他的炮兵往前推进的话 那如果他使用这样 或甚至使用这个短程的 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 或炮兵飞弹等等 你可以看到 那首尔桌边 就会像这样影片 像这样化成一片 所以川普应该不敢吧 川普现在会不会动手 说真的不知道 然后因为我觉得 现在这个川普 其实在国际社会上 他变成一个最难以预测的一个人 你可以看到 他跟这个习主席吃饭吃到一半 对不对 吃起甜点的时候 对 他说我现在决定要炸叙利亚了 让客人停顿了这个十秒钟 然后跟习近平说 你不处理我来帮你管 对 而且今天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特种部队跟短程的这个炮兵火箭 还有跟地对地飞弹之外 他还有很厉害的东西 他还有这个弹道飞弹前舰 他这个弹道飞弹前舰 我们不是看前一阵子才测试成功 对不对 虽然他这个前舰很小 大概两千多吨 然后也只能带个两颗飞弹 但是你要是说 如果真的他这个弹道飞弹前舰 那个也是用非常刻苦的方式 偷偷摸摸的就跑 躲在海底下 跑出了这个第一岛链 然后进入过了第二岛链 然后到能够打到美国这个地方 发射一个飞弹的话 那美国人也是受不了的 所以美国就很怕他这个这种东西 然后另外他的这个地面部队 我们刚刚讲到 他们百万地面部队 这个大军里面来说 他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特种部队之外 他自己也有数量相当庞大的 这个战甲车 包括他们自制的这个天马虎 还有暴风虎 以及跟中国大陆过去卖给他们的大量的这个 就是五四式战车 还有那个他们跟那个做 那个跟苏联进口的这些战车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式阅兵的时候 这个朝鲜他这个战车的数量相当的多 而且相当的庞大 然后趁着他们最新的这个暴风虎这个主战车 基本上来说 他的这个整个改良 虽然说你要说能够让他能够跟韩国的K1K2 或是美国的M1A2来相提并论 那差远了 但是不要忘了 那个数量压倒质量 这个我们在过去德苏战争的这个经验 就可以看得出来 德军的那个虎式坦克 在英勇 可以从40公 那个 对那个大概2000公尺外 开始打那个苏联的这个T34战车 但是人家一口气来个二三十辆 对不对 你打不完的 你还没打完 他这个战车就已经冲到你旁边 把你撂倒了